疫情逐渐趋缓大家开始愿意走出户外踏青 花林区政府推广观光委托旅行业者办理室游团 邀请到外地媒体业者以及旅行同业到玉里镇的 之罗部落实农体验 之罗部落主人也表示说不单单只是让游客到部落 而是要让他们看到部落之美 随着疫情趋缓民众越来越敢往外踏青走走 花林区政府推广观光委托旅行业者办理室游团 邀请外地媒体业者以及旅行同业来到玉里镇之罗部落的食农体验 我一起喊这么多 这么多 富裕部落传统作物葛玉京近几年更以米拔六的精神 结合部落跟社区大力推动食农教育 产地餐桌 不只是推广葛玉京农作以及部落文化 更将部落产业推向六级发展 就是穿插一些舞蹈 让你们认识阿美族的歌谣 跟他们的服装 还有一些他们的文化 那结束了以后 我们当然最主要的一个Baglang Baglang的仪式 就是会教大家学习我们部落之罗这边的谦卑舞 学会了以后 我们希望你们到各地方去 再帮我们宣传我们的这个谦卑舞 让大家在学习 然后再传递一下我们资罗部落这边的歌谣跟舞蹈 行动体验这天的晚餐 资罗部落张罗好最夯的产地餐桌 所有食材都是在地出产 让来体验的游客们感到新鲜又兴奋 游客更能够更近距离的认识之罗部落 记得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